美国没功副管 菲律宾在中叶岛吃饼 中国主动上强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没功副管 菲律宾在中叶岛吃饼 中国主动上强度 目前俄乌冲突还未结束 美国已经考虑切断对乌援助 因为巴以冲突持续升级 美国必须要加码支持以色列 很明显 美国已经陷入了两线作战 虽然最近美国军方和白宫多次强调 美国有能力应对两线作战 但在我们看来 就像胆小鬼走夜路吹口哨壮胆 要是美国足够应对两线作战 就不会厚此薄彼了 即使美国可能有能力应对欧乌冲突和巴以冲突 那要是三线 四线作战呢 美国的战略节奏已经打乱了 因为这一轮巴以冲突也是超出美国预想的 因为在挑起欧乌冲突后 美国非常卖力 想要在亚太地区复刻下一场危机 所以持续增加和日本 韩国 菲律宾等盟友的访务合作 同时在中国周边持续挑衅 前段时间他们在台海 南海 黄海 高强度军事挑衅 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至于中东 南美 非洲等地 美国的想法是先稳住他们 方便分出精力应对大国竞争 前不久 美国还在撮合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然而让美国猝不及访的下一刻 以色列就按捺不住在加沙大开沙界 而且行动极其嚣张 拉足了仇恨 这是把美国架到火上烤 美国必须保住以色列 但又怕以色列把自己再次拖进中东战争泥潭 他更怕中国趁机出手 在美国花大惊力为以色列撑腰的时候 美国的亚太盟友们也很慌 最近明显能够感受到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菲律宾安分了很多 之前挑衅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心虚 此前菲律宾仗着由美国撑腰 频繁在仁爱礁 黄岩岛等自导自言挑衅 但是在近日菲律宾海军控诉 LS507本格特号登陆舰向中叶岛运动补给和轮换人员时 被中国海军621潘之花号护卫舰拦截 而且在距离中叶岛5.8海里的位置 从其前方350码横船盖舰航线 两舰最近距离只有80码 飞舰不断喊话声称中方违反碰撞条例 而中舰回应 中国在时段线内拥有主权权利 菲律宾西方司令部司令卡洛斯对中方这次行动感到震惊 呼吁中方在南海停止不安全行为 看看这个声明明显是要比前段时间掉门要低很多的 中叶岛属于中国领土 飞方是趁机非法侵占的 被他们实控了几十年 是时候有所作为了 中叶岛的地理位置和发展潜力 以及自然资源有多重要也不用我多说了 菲律宾这些年也在中叶岛大型土木 在今年8月就有卫星拍到 菲律宾军方在中叶岛修建跑道 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该跑道修建成功之后 可以容纳中型运输机 以及大型战机起降 这次菲律宾军方也是准备送补给和轮换人员 却遭到中方拦截 这就是关键一步 当初钓鱼岛也是这么回来的 在2012年的时候 日本官员甚至可以登岛 但现在日本军舰和渔船都不能靠近 不打一炮一弹就实现了时空 中叶岛也会如此 今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频繁挑衅 除了自身野心之外 主要还是美国挑拨 美国及其盟友不仅多次和菲律宾军演 还提供了很多援助 画了很多大饼 美国承诺一旦飞方在南海受到攻击 美军就会出手 这就是菲律宾挑衅的底气 乌克兰牵车之鉴在前 还相信美国这个承诺的盟友 真该茶茶智商 更不用说 现在美国根本无暇顾及 这对中国也是又一次战略机遇 也该主动作为了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